取核神奇 而令网民们备受困扰的是当时的上网速度 第一根国际专写才64K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窄一带接种 所以在那种状况下 我们所使用的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它只能是一些这种很简单的基本的服务 比如发发电子邮件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 在家里头我听说那个东西叫56K猫 用拨号连接的方式去上网 我记得我下载了两幅图片所花的时间 在外面抽了一支烟 我跟我那朋友可能是聊了一会儿天 应该是64K 后来上百了就算快一点的了 就很慢 等着电话先拨 然后经常拨就断了 又重新拨号 再拨下去 然后发一个邮件 时间很长 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不堪回首 就是特别特别慢 当时网速是一方面 其实最心疼的是钱 就是上网费是非常非常贵的 对 所以基本上要精打细算 就是一连上网 我就马上要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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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完事之后马上就断网 1997年 CNNIC发布第一次互联网报告 调查中显示 有49%的人对网络速度表示失望 还有36%的人认为上网资费过高 很快 以想新的技术 给所有网民带来了温暖的春天 2002年 CNNIC发布第十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其中首次提到了宽带ADSL上网用户 后来呢我们这个有了宽带介入 我们在家里边比如使用ADSL 我们可以有上一兆啊两个兆 或者几兆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速度 我们可以有整宽带的各人干的应用服务 比如像视频啊 这样多媒体啊这样的一服务就出现了 宽带ADSL技术的发展 使得互联网通讯质量发生了变革 而此时互联网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CNNIC的科学家们 感受到这种巨大变化带来的忙碌 你好互联网中心6011号为您服务 请提供一下您这边 域名持有单位的名称 我给您核对一下 此时CNNIC正在推动 域名管理服务体系的改革 降低域名注册费用 方便服务流长 创新性的推出 后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元域名 这些措施让国家域名 CN注册数量呈现几何级的增长 2007年 CNN域名达到915万个 200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家顶级域名 就是一个更好的服务 更低的价格 比如说当时我们推出了一块钱 试用CNN域名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推广方案 同时我们又在大力的提升 我们整个CNN域名的解析平台的 安全性和效率 在全球部署点身域名的解析 随着网络公司的纷纷成立 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信息的爆炸性增长 碎片化 融杂 如同图书馆里海量的书籍一样 人们迫切地需要目录和检索的功能 导航网站搜索引擎 因此应运而生 你现在你想查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全世界的所有网页上 给你搜出这个有关你这个关键词的东西来 那么这正好要适合于什么呢 适合于互联网上的新式爆炸 如果没有收拾